烏克蘭西部城市利維夫火車站 擠滿來自烏克蘭各地的逃難民眾 有搭乘輪椅的長者 還有躺在媽媽懷抱裡的小孩 火車不斷再來更多人 車站內外短時間內人滿為患 車站外頭的民眾還得忍受低溫 而他們要等的只是一番開往波蘭的火車 巴茲比長期在東歐協助納粹屠殺幸存者 如今又要幫助他們度過新的戰亂 他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後 已經幫助將近350人 除了食物和醫療服務 巴茲比還要成為這些孤獨長者的傾聽者 讓他們在戰火中不寂寞 而在和烏克蘭只有一線之隔的波蘭 難民不斷湧入 各界物資也源源不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在不久前 親自造訪其中一座難民營 直接和難民對話 網路上更傳出有波蘭媽媽留下一批娃娃車 準備提供逃難的烏克蘭媽媽使用 血腥戰亂中 人性光明面也持續浮現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